或是說要怎麼去推進 我想智慎這部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個低角度的需求 林智慎看了一下主審裁判 非常深情的看著主審 今天的主審是蔡豐澤先生 從側面來看 好像是有比較下去一些 看著他要傳達給他 我185 而且其實站得還蠻高的 我們過去有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如果 雙方的比分如果 落在大概3到5分 我們用平均4分來算的話 通常前面4棒到第5棒 這樣子的分數來講 到第5棒可以打到4輪 至少可以打到4次 甚至5次 如果分數再拉高的話 有可能會打到5次 所以你看把他擺在第2棒 如果說擺在第4棒的話 可能打到4次還有機會 所以我們最後要看分差 這個外交訴求 哇大師兄 這個收音 打交了一個 公園 要跟他說謝謝 喔說謝謝 嗯 Fuck out 他的背號是98號 所以他的應援詞第一句 就是98加碼 然後全力轟 無首蹲在外側低 這個反下攻擊打得不錯 是一個落地安打 衛權生涯手打席就敲彎 而且打進了打點 衛權 衛權龍隊二局下半 目前1比0領先 哇 要恭喜衛權的衛權 今天在一軍生涯手打席 馬上就替球隊建功 等待這個機會 真的也等了 蠻長一段時間啦 因為他2019年就進到龍隊 那我很有技巧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林指揮今天到目前為止 整個配球的策略 可以再多一些變化 因為都是主要以外角球居多 那從剛剛劉基鴻 其實就已經都設定 他的外角球在做攻擊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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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敲出安打 這球帶起來 在左半邊 出現一個皮皮安打 現在臉包上跑著 胡敬榮繞過三壘之後 要回到本壘攻一下 同學師的第一分 李承霖也站上了二壘 直戰打掉一分的打點 放置同學師 先持得點1比0 李承霖的進攻 球又稍微比較高起來 剛好是非常強勁的一個平飛球 這個點 對 就這個點沒有處理好 這樣損失了一個臉包 胡敬榮 其實就是 詹子賢如果接好的話 應該也來不及創本 沒錯 中間方向 哇好厲害 林靜凱生涯的第299斬打 還是沒給 還是壞球 這位置其實不錯 這裡有好球的空間 是 這球打得不錯 在中間方向的飛球落地行程打 現在林靜凱繞過三壘 要回到本壘 攻下同學的第二分 胡老大真的很會打 所以反而行程比較好的落點 對 確實 他沒有拉打過來 胡敬榮真的他在馬吉的一個技巧 還有進攻這種球棒控制太厲害了 對 繼續攻擊外側 這最後一點投到中間來 江崑宇撲下去 撲到了 哇 拋給越東華 再往一壘獸 哇 這個手配真的是沒有話說 五星級的防守美跡 由江崑宇所側動 也結束了一局下半龍隊的進攻 因此只有攻下追評分 雙方是1比1的平手 前一個半局龍德利那個中線的滾地球 其實滿有機會形成穿越安打的 可是還遇到的是小可怕 江崑宇 江崑宇這球撲下去之後 整個拋球也是非常的及時 在四局下半 要從第六棒的吳東榮開始打起 這球擠成了一個強勁滾地球 江崑宇攔到之後回身傳 玉雷 奧奧 哇 江崑宇的手背 真的是小可怕太可怕了 今天已經不只一次上演這種五星級的防守美跡 這球接到之後而且腳還有點沒踩穩 是耶 確實是沒踩穩耶 然後傳了一個彈跳之後 依然抓到了角成也不慢的吳東榮 哇 當然也要稱讚一下許激鴻他的街球功力 加上他的劈腿功夫喔 有一點點 那你再穿了一身 那不一定 蓁寶宇 你覺得歸都沒出現 你熱不強